公元前一二四年,十七岁的霍几柄化身西北凯王,率领八百地横与大漠,几百个小弟来群如风,收拾起当对小裸裸跟割韭菜似的,连匈奴交零都逮不到他,首次出场就逮住了匈奴长羽的三九二大爷,此战过后,有人抱着奖杯兴计若狂,有人受到罚丹,暗人神伤,李广和公孙敖蹲在墙角反省,素的父亲苏健呢,被关进球车加送京城,他撞见匈奴主力,全军覆没,孤身探位汉阳,接受组织� 苏健依法处斩,不过呢,可以拿钱买命,苏健到处凑钱熟悉时,苏武才刚刚参加工作,家人是卖车又卖房进了一屁股站,才将苏健熟成平民百姓 家庭状况直接从中产掉进赤底,这样热血青年苏武感到非常不爽 同样感到不爽的还有李宁,他是非将军李广的孙子 据路边社报道,李广在后来的墨北大胆当中迷路,羞于出庭受审,拔刀自闻,一面悲愤自尽,朝廷连花圈都没送 父亲一年早逝,自己出生前就死了,二叔壮年暴毙,死得比业还早,三叔打伤个疫情,被获取病案件射死 李家血脉只剩下他这根毒苗,李玲每天准时剩下班,看着风口将军比本科生还多 他越见领导都没有心情打招呼,工资全用来买健身器械,时刻准备着洗刷家族屈辱 因为父亲遭遇相似,李玲和苏武呢有些共同话题,他俩隔三差五的喝酒吹牛,接着脚劲儿释放内心压抑的苦楚 苏武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从家里到单位的距离,和他童年出生的获取病,已经成为大汉帝国最神的将星 苏武拿出十二分的工作热情,终于被调去羊马,他的年生辱长到了六百代 苏武摸着玉玛感慨,你们这帮牲口,伙食标准比我还高 置身于轰轰烈烈的大时代,为何在墨北草原风浪军区,苏武坚持每天输马毛拍马屁 十几年来埋头工作,让他沦落为羊马的老员工,想起年轻时喝酒春油,肃无不酒的哑然苦笑 那些无处安放的热血雄心,终于找不到释放通道而逐渐冷却 公元前一百年,匈奴换长雨了,因正与不稳担心大汉铁劲趁乱跑来道歉 就释放了多批之前扣业的汉朝使者,深情和汉朝建交 汉老弟面上很高兴,心里却搭起了小九九 我得派几个人过去摸摸这家伙的老底,这就是真心臣服,还是大忽又逗我玩呢 名为史杰暗卫戏作,苏武盯着桌上的招募文件,眼神逐渐变得炙热闪耀 他已经年过四十,很难再得到下张门票 输了之后,苏武任正事,张盛和常会任父子,祖团出使匈奴 茶云隆重接待,重申汉宗双边友好关系 见到汉朝皇帝赏测剧额福利,茶云将赠品当成了贡品 以为是汉朝借机求和,懊悔自己当时没有绷住 瞅见汉朝使团就来气,他带着亲戚出门打猎 临走前让苏武没事赶紧回家 副使张盛有个酒友叫虞长,他投降了匈奴,日子却过足了低保护 虞长做梦都想重返汉朝,但是需要纳同名状 他准备先杀汉朝叹将魏律,再携持禅与的母亲一起归汉 他将这个大胆想法告诉了副将张盛 张盛听完简单粗货的策划方案,没有向苏武做汇报 私自就送去了启动资金 在匈奴王廷,挟持匈奴太后,刺杀匈奴正臣 肯定是抗凶神剧看多了 以他的智商,碰到现在啊,脱关系都进入了电子厂 结果呢,造反成员全部战死 虞长被升级后,关进大牢 张盛听说郝永还活着,担心他会争取减刑而供逐自己 张盛终于想起苏武士领导,噼里啪啦说完事情的前一后果 贪功劳可以个人独吞,背黑锅最好是人人有份 这铺天的屎盆子,苏武竟然接了 谁都知道匈奴下国会干什么 先是审问,欺乐是招降 既然已经预料到了这些事情,那就给国家保留一丝尊严吧 不如使命是苏武的初心 众人心怀侥幸之时,虞长被打的共诸张胜 汉朝使团挨个路口供 苏武朝的部下吼道,屈己主命,虽生何面目已归看 他抽出背刀直接抹脖子 匈奴和汉士们全部都惊呆了 随即手忙脚乱的止血救命,柴余得之后 先让苏武回到住处安心养伤 张胜回去牢里深刻反省 苏武捡回半条命,受邀参加渔城的宫审大会 魏力宣徒完谋反罪状 当场拔刀砍掉渔城脑袋 然后说道,汉士张胜谋杀柴余进城,当死 张胜看见缓缓弹眼的屠刀 慌忙跪倒在地,请求投降 魏力对表演效果很是满意 另一轮剑一步步走向苏武 苏武道,南越杀汉士者徒为久俊,冤枉杀汉士者头选北阙 朝鲜杀汉士者及时中变 你觉得我会不会是匈奴灭湖的导火索 魏力此刻感觉下热台 怒而指向百位汉朝使者 想活变就跪下,站着的通通喊头 魏力写完结案报告,将苏武等人交给禅余处理 禅余想起了自己熬的那只鹰 苏武在禅余眼里就是一只等待被熬服的鹰 他把苏武关进大地窖,连续好几天不给他饭吃 禅余想着,等他苏武到了成寿极简自然会投降 但是呢,那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苏武身处天寒地寸的绝境依然是神情自若 实在是忍不住了就吃点血 接着他们让苏武驻守北海无人区 什么时候故意要下载,什么时候回家 北海在今天贝加尔湖一带 比宁古塔还要黄皮还要冷 这是湖与湖的争斗,更是男人与男人的较量 苏武挺立在洞土荒原,放眼望去连个滚影都没有 苏武记不清多久没有说过话 茶语呢,故意延迟补给 苏武经常是饿得有气无力 只能挖鼠洞找老鼠吃 不久之后呢,北海来了一位最重要客人 是苏武的熟人,李玲 公元前99年,李广利率了三万骑兵出击匈奴 李玲率了五千步兵 作为一只天师同时出征 李玲带了五千步兵,怼了八万骑兵骑兵半个月 以为自己是新一代获取病,结果呢,烂过头了 最终寡不敌众,在淡静圆绝情况下投降了凶奴 曾经一起喝酒吹牛的好友 被岁月刷上了不同的色彩 李玲是带着酒肉来的 当然了,她的另一层身份呢,是参与的说客 李玲劝苏武 你的俩兄弟自杀,老婆改嫁,儿子生死未明 你坚持的这些东西,谁又能看得见呢 人生如朝露,和酒自苦如此 苏武的回话很简短,但是分量很足 臣子对待自己的君王,就应该像儿子对待父亲那样忠诚 你要我投降,我的命你拿去好了 李玲很可惜,但她尽用千般好万般无奈 从家国代上来说,她终究是投降了敌祖 投降匈奴已经使李玲备受煎熬 如今再加上素武的对比,更是让李玲无敌自容 李玲痛哭流涕,不自禁 是啊,和素武的高大形象比 她李玲就是个侏儒 李玲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予素武生活上的关照 她派人给素武送去了好性牛羊 自己始终没有再见素武 有人李玲送了牛羊,素武变成了北海养着大户 可自然统计表还没有做出来 就被草原汉匪洗劫一空 看着空荡的羊卷,素武每天又要被吃饭问题发愁了 直到匈奴配送不及品食 素武才知道时代已经变了 汉武帝死了 素武一直坚持信念就是 有一天能够回到长安给汉武帝复命 而如今自己的军府驾崩 这个洒落在抑郁草原的汉室 此刻嚎啕大哭 也许汉武帝已经忘记了素武 但是素武一直记得汉武帝给他的使命 在将自己的痛苦通过血泪释放之后 素武又一次将汉武帝给他的结葬 仅仅钻在手心 是的,初心还在 继续坚守 大汉之前派出无数批出使凶辱使者 他们都是谁 他们有没有因为坚持不祥而被杀 或者坚持不祥而自杀 我们无从得知 因为历史上没有关于他们的 枝言骗语的记录 而大部分人的人生 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是不被看到的 彼此素 可预想到的自己的生命结局 大约也像之前的汉史一样 无论坚持还是放弃 都不为人所知 也没有人在乎 可他还是选择了坚持 哪怕没人知道 只要坚持住 大汉的罪言便在 终于汉长和匈奴又恢复了和亲 归还滞留匈奴的汉朝使者 被放到桌面上谈 查语给他答案是 苏武早就死了 好在当年和苏武一样 宁死不祥的 还要苏武的一位父使常会 他暗中将苏武的情况告诉了汉史 并交代他们 见到匈奴查语的时候 你们就说 我们家皇帝在打猎的时候 读到一封天书 上面说 你们匈奴人将苏武人在北海放羊呢 是的 匈奴人吃这一套 于是苏武终于可以回家了 苏武脱掉了身上的破步乱山 沐浴后穿起久违的汉服 踏进阔别十九年的长安城 苏武勾搂了身子 浑身散发了眼上味 去时英姿薄发 归时须发近白 此刻苏武终于明白 张千辉汉时 为什么会痴声痛哭 朝天也给了苏武应用的待遇 但苏武的晚年并不幸福 儿子卷入了上官节 和桑红人的谋反案被杀 苏武自己也被连累免贯 后来因为用力汉宣帝有功 苏武官复原职 并被刺绝观念后 为了让苏武的晚年 有一丝人伦之乐和烟火气 汉宣帝在得知苏武当年 在匈奴生了一个儿子时 立刻派人将其极乐长安 并将苏武列入麒麟格十一功臣之中 汉宣帝的认知是 英雄应该被善待 是啊 一个有西方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只有尊重英雄 崇尚英雄的民族 才能英雄辈出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 纵横八万里 苏武就是一个有着英雄情节的民族 林里英雄气 浩浩民族魂 时时勤服事 勿使惹尘埃